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的视频主题呢 是一期 What's in my bag 我之前做过相应类型的主题 但已经是差不多两年前了 所以呢 这一次来一个update版的 2020 What's in my bag 一般我通勤呢 我都喜欢用容量稍微大一点点的包 这个是我最近很喜欢的一款 然后也是我一直很喜欢的牌子 这个牌子我在视频里面也说过很多次了 肩带也特别长 就可以当一个tote来背 也非常的能装 我们来看一下 有一个有拉链的小夹层 还有另外的一个夹层 首先呢 我一定会带的就是这个kindle 这是去年买的 比我之前一直在用的一个非常旧的kindle要好用很多 因为我带背光 而且薄一点 小一点 就是上班通勤的时候解闷力气 可以让自己在无聊的时候就读书什么的 接着呢 是一个购物袋 这个购物袋也是bug的 是跟我的这个包包是同一个牌子的 他们家的购物袋就真的都是很漂亮 虽然价格有点贵 但是都很漂亮 我已经有四个他们家购物袋了 接着呢 是我的近视眼镜 因为我不太喜欢戴隐形 有时候有一些场合又不得不需要看清楚东西 所以就会带一个这个框架眼镜出门 以备不时之需 说到眼镜呢 当然就少不了这个太阳眼镜了 这个太阳眼镜是在madewell买的 因为澳洲这边太阳有时候还是非常刺眼的 所以为了保护眼睛 所以一般会把这个戴着 接着呢 是这样一包口罩 包装袋呢 我是之前买口罩 然后口罩已经用完了 所以我就把它当一个便携带 有时候就会从家里拿口罩 然后放进这个便携带里面 有时候在外面比如说觉得 口罩已经用了太久 不能用了 或者说是身边人忘记戴口罩的时候 可以给他们一个 所以这个也是最近一直戴在身边的东西 接下来也是一个必备了吧 就是这个迪路的免洗洗手液 还有一瓶酒精喷雾 最后呢 就是一包消毒湿巾了 因为有时候用免洗洗手液消毒东西 其实不太方便 用消毒湿巾消毒会方便很多 但这包我还没有开 是一包新的 OK 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大夹层里面的东西 两个小夹层 一个是有拉链的 然后没有拉链的话呢 这是一个护手霜 是这个 Another Stories的 虽然是一段时间之前买的 但是因为出门其实还是比较懒擦护手霜 所以都没有怎么用 这个味道还不错 是一种非常中性 非常冷静的一个木质香 接下来是一个也是比较万能的这个木瓜膏 擦嘴唇或者擦一些伤口什么的都挺有效的 我还挺喜欢把它当护唇膏用的 其实我在包里呢 我不喜欢放太多的化妆品 我一般就会放一个这个 Glossier的唇膏 因为是非常这个自然的这个颜色 也是很清透 随便擦上去都不会擦出界或者太过分之类的 素颜 化妆都能擦 接着呢是一瓶小小的防晒 这个是为了避免自己有时候忘记擦防晒 虽然说这种情况比较少 或者是说想要补擦 还有就是擦身体的时候用的 还有两个这个小护垫 就是我们家的钥匙 还有一个是我的卡包 其实我现在呢 一般出门我都不带钱包了 因为基本上不用现金 然后用的卡就这么三张 所以我就一般只会带这个卡包 然后这个卡包是这个牌子叫Orton的 非常简洁 但是有感觉质量非常的好 一般我带的卡呢 一个是这个墨尔本的交通卡 还有这么一张储蓄卡 他们家的卡可以选颜色 所以我特别喜欢黄色 我就选了这个黄色 然后接着是一张信用卡 最后呢 还有我的手机 我的手机是这个 iPhone 8 我这个手机口也特别喜欢 因为它上面有这种slogan 就比如说 comfortable in my own skin 我的桌面 就是这个植物 但一般呢 我不会放在包里 我会把它拿在手里 跟朋友出去就不需要带太多的东西 或者说是带一个稍微小一点点的包包 出去吃饭啊 约会啊什么的 我就会带一个小一点的 是这个coach的 然后它也没有那么能装 所以我带的东西也比较少 虽然说它夹层还蛮多的 一般会带一个购物袋 因为购物袋真的是我的刚需 就是很多时候突然想要买个东西 每次带出去都能派上用场 然后是我的耳机 我耳机放在这里面好了 卡包 钥匙 然后我的药盒 一瓶免洗 还有就是这个口红跟润唇膏 口红的话如果我当年换另外一个颜色的话 我应该就会带相应的那一支 所以这个就 还有一个护手霜 我想要清装上阵的时候会用的包 OK 这就是这一期 What's in my bag的所有内容了 希望你们喜欢这期视频 若你们喜欢的话 记得给我点赞 留言 投币 转发弹幕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